今天是我们美食特集第二集 我们去试这个新的餐厅 就是这个红磡的嘉利酒店 里面这个新开的food court 五星级酒店的food court 它里面不是一个普通的food court 它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出名的餐厅 这个酒店又把那些出名的餐厅集合起来 做了一个food court 有这个华姐清汤腩啦 有这个韩国的饺子啦 韩国盒装饭 就有一个手工啤酒厂 那呢,和Anis过来试试 这里有多好吃 好,马上进去 这支Q是真的吗? 可以打的 除了吃东西之外呢 这里还有张美食桌球卷的 大一点都不便宜了 30分钟要50元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这间就是华姐清汤腩 但是我们这次没坏道 因为好像那些外国的饮食更吸引一点 当然要吃东西啦 饺子 第一样试试这个东山煎饺子 哇,东山饺子 很大只哦,你看 闻开很香的哦 闻开很香哦 不,其实是一个酵子的 你蘸这个吃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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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但我吃了哦 再蘸这个酵子 这些脖子就吃了 是吗? 第二呀 试试这个韩国饭 好吃哦 不过整个东西好像很小碟 但是比起来呢 刚才那个饺子好吃的 就有Live Banner 不过其实都很大声下的 如果你觉得OK 都OK 但是大声到呢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我讲话了 拉面已经被人吃了 所以客不了了 但是试试什么味道 拉面不好吃 拉面超级普通的 我觉得一蘭拉面更好吃些 放好 好 好 这样好了 刚才那个饮子煎饼 这个 卖上面很好吃 好吃 得不要 特别 哇,這個不辣的 不是的,第一口吃下去不辣 但現在,我剛剛想說是不辣之後就開始覺得辣 但不是咖喱味,是印度辣味 很難一下 但辣得來還是很好吃 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那個東山餃子 它的樣子最不適,隨便用一個綠色膠片裝著 但其實試完之後,那是最好吃的 這個是第二個推介 說這麼快就吃完了,你覺得好不好吃? ok,有些東西吃挺好的 我覺得那個餃子最好吃 印度煎餅都好吃 那個韓國飯就一般的 那個拉麵就簡直不行 還有呢,吃飯的時候聽歌其實都很吵 想聊聊天都不行 我覺得喝東西的時候就可以了,有音樂 就是在喝啤酒呀,有音樂廳 但最慘呢,它現在還沒拿到酒牌 沒有啤酒買 那你在吃拉麵的時候呢 不知道為什麼不斷唱英文歌 好像不太適合感覺 是不是? 是啊 這裡就對了 現在這裡在韓天唱歌 但是選錯了地方表演了這裡 沒有什麼人經過 好了,這次這個食評呢 就是這麼多先了 這裡是紅磡的碼頭 旁邊就是酒店 就是剛才我吃飯那裡 這裡環境都不錯的 大家可以開車過來 吃完都可以逛一下這個碼頭 但其實呢,今天很大風呀 有點冷呀 Yanis吹完還說頭痛 是呀,頭痛呀 是呀,有點頭痛 頭痛呀,是呀 哈哈 記得穿一件大褲才過來 哈哈 好啦,如果喜歡的話呢 就給個like我們 還有這個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下次呢 我們就會再大家去奉陷其他地方 吃好西 拜拜